严下火辣辣,众人爱吃瓜,余季张小涵,带来瓜一片,说是杨子留学艺,两人关系很亲密,深夜回家吃蛋糕,两人共用一个勺,一块蛋糕小事件,就让杨子把车翻,其中教训有几个,让人记住别忘却,第一,解释太多,不如不说,人红是非多,说得真不错,只是一随便,马上爆出圈,蛋糕是不错的。 这事件,本来没反转,只是朋友间,少了一点边界感,这在明星间,很视频常见,杨子里很直,马上就解释,通篇话很多,忠心就一个,没有暧昧月边界,都是别人在污蔑,本来事件快平息,哪知一波接一波,发展太快难招架,杨子口碑翻了车,结果唏嘘人感叹,解释太多有破绽,面对误会要澄清,很多人把话说得太分明,以为别人能理解, 谁知越描越黑了,世界人很多,共情的人却几个,话说太过漏洞多,不如事实会沉默,第二,采你的人总会把旧账翻出来,蛋糕事件出,很多人把往事来追溯,四年一碗胡辣汤,如今舆论却变了样,说是雪莹被冤枉,其实杨子撒了谎,其实真相是怎样,局外人真的很难讲,都是蛛丝和马迹, 自相矛盾难清理,若要重彩一个人,不能光看是本身,旧账必定被翻出,然后误会被加重,最后事情不重要,旧账才是真杀招,第三,当你落难的时候,才知道讨厌你的人这么多,端看这几年, 杨子风光线,演技人称赞,流量让人线,口碑没有崩,广告接手软,只要新闻一出现,杨子粉丝都是赞,好像全身没黑点,没人会讨厌,可是蛋糕事件出,黑粉一大片,不仅仲彩还造谣言,似乎和杨子不共戴天,其实只要人一落难,下时的人就会出现,不管平时人多好,总有讨厌的人藏里面,只要机会一出现,他们就会张牙舞爪跳出来,所以,即便风光万人, 也要谨慎别把车来翻